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那一九 目前就讀於觀光學休閒尤其管理學系 我是去年參加2010年的海外交換學生計畫剛回來 今天就很高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個人在海外學習的經驗 我會就幾個面向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當然就是在語言的部分 在台灣之前你可能要準備通過雅思考試或者是托福考試 當時準備過程當中我覺得當然很辛苦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覺得這麼討厭學習英文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當你逃工的考試的時候 拿到入學許可信的時候 那是一件蠻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後在台灣通過考試之後 其實到了英國又是英文一回事 我在英國教探的學校是Universal Cumbria 它是在英格蘭的北邊就在北英格蘭 所以它蠻接近蘇格蘭的 當時我們會有些蘇格蘭的學生下來北英格蘭讀書 他們的蘇格蘭的腔調是真的跟我們一般學生不一樣 然後像例如會有 Come back here Are you ready? 然後 It's your sister Now she's my cousin 所以當時我真的花了蠻長時間在適應這些腔調 那其實在台灣我們學的多半都是美式英語 就是American English 那在英國他們用的多半都是British English 所以它在拼字上還有用法上都會有些不同 不過其實這蠻好適應的啦 所以在語言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會在 接下來跟大家就是分享的是在上課的部分 因為我教探的那些學校 它並沒有特定的觀光的一個科系 所以我們在那邊是選的是商學員Business 那我選了幾門課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它和台灣的學習上課內容有蠻大的不同 那通常一般來講我們都會先 它都會先 老師都會先教授你一個專業的相關理論之後呢 它就會透過實際的案例分析 讓你看閱讀一個case study 然後在課後它會進行一個 一個小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的部分 那透過這些方式其實它會激發各位同學 對於一些你知道專業理論的看法等等之類 然後去達到一個確實學識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蠻有參與感的 然後自己的語言能力在上學時間其實也獲得蠻大的進步 那他們寫作業跟台灣蠻不一樣 就是一般來講我們在台灣就是會比較混一點 就是可能在網上找一找複製貼上就好了 然後就是可能再寫兩三句話啊 就是就可以教了 但其實在國外他們很重視就是所謂的相關文獻的探討 那就是你當然今天寫一個作業就是符合這個主題 你要找很多的文獻來support你的想法你的看法 然後來轟通你的主題之後 然後你再去寫出要互相衡量啊比較之後 正反方之後然後再寫出一個結論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受得就是無形之中其實你的閱讀能力跟寫作能力就會有相當潮足的進步 那我另外還有修一門課是 它是關於人力資源訓練的一個課程 那我們當時記得最反正就當然課程就是這樣上 可是它最後有一個就是寂寞的報告部分 就是我們真的就是跟同學設計一個活動一個program 然後要去對於當地的一個政府機關的員工進行訓練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對我印象很深遠 那還有一門課我覺得蠻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那時候有修一門行銷的課是marketing 然後你就覺得就是那門課是我覺得最受用的 我最喜歡一門課 它就是從你寫一個商業計畫的企劃案proposal 然後就是鑽鞋啊收集資料等等之類的 然後到最後它變成一個真正的project在實行 我覺得那真的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覺得在英國學習上是蠻扎實 並且真的有所學習跟成長的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在就是分享在生活這個購命的部分 就是佳恩學生其實真的是一個很華善的一個計畫 其實你都不用付台灣你都不用付國外的學費 你只要在台灣付名傳的學費 然後你到那邊基本上你主要的開銷都是你的生活花費 你的支舞你的吃你之餐你的玩樂的花費 那我們當時像我自己個人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當時就是被安排住在學校的宿舍 然後我覺得那宿舍設備其實蠻新的也蠻高級的 所以最主要花費 花費當然所費不支 所以最主要花費都在宿舍上面 那我們到英國讀書的話 其實因為是一年所以我們拿的是T4的簽證 那其實我們每個禮拜是可以去打工的 但是就是不能超過 每個禮拜不能超過20個小時 那我當時就是因為我課其實 一學期才三門課 然後因此我有許多課餘時間可以安排一些課後活動 然後像禮拜我們打工會去旅遊 所以我當時也在一間中國餐館就是擔任Cashure的部分 然後當時我的口說能力跟聽力都進步蠻快的 然後也賺了不少錢 以支撐我後來的旅行的計畫 英國大大小小城市都去了 然後後來在課程結束之後 就是也去歐洲玩了一拳才回來 那我覺得這一年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就是人生經驗無限美好 那我到現在都每天都在回憶 那最後就是勉勵各位同學就是 有些事情現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做了 青春一次 青春只有一次人生無法重來 趕快去背單子吧 你不要再混了 OK 嗨 各位學弟們你們好 我是今年畢業於國際學院旅遊與觀光學生的方雨 然後我是利用大四這一年到英國交換學生一年 然後我相信各位有就是懷抱著出國念書的夢想 當初呢當初我是經歷千辛萬苦才到英國那個讀書的 怎麼說呢 因為我考了兩次亞師 第一次只有5.5的成績 那時候就想說到底要不要參加這個計畫 就是有家人也說乾脆就不要去免得花錢 但是因為我真的是很想要出國 很想要體驗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又報考了第二次亞師的英文考試 第二次很幸運的得到了6.5的成績 然後就這樣子 資深到英國 跟著有另外一個學院 NIGEL一起去英國的肯布里亞大學交換學生 然後第一個禮拜的時候呢 因為都很不一樣 都跟台灣就是人啊 講話啊語言聽的都是英文 所以就是有一點害怕 然後而且地方都不熟悉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特別跟台灣 雖然我們是讀國際學院上課都是英文 但是他們的上課方式還是跟台灣很不一樣 他們就是講一個話題 然後有很多學生就會開始踴躍發表他們的意見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挫折 因為上課都不曉得要講什麼 然後等到老師點到名之後才講幾句 就是以破英文講了幾句自己的意見 但是還是需要再進步 然後就是然後平常的話呢 平常課餘時間除了上課之外去上課 課餘時間就是要自己利用時間啦 像我有的同學是去打工 然後就是跟當地人也是有交流啊 就是練習口語會比較好 然後有的同學就是利用學校圖書的資源 就是可以借一些英文的書籍 然後利用課餘時間增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然後呢 然後 這一段下來 我也利用 我也就是課程結束之後 我也在其他歐洲國家 就是 就是看看 遊玩的意思 然後 然後如果能 就是 再 重來一次的話 我想 就是建議 學弟妹們 就是可以提早準備 英文成績能力的 資格 就是 提早準備 然後不要就是到時間 就是很緊迫的時候 才在擔心到底能不能 就是 pass 能不能就是 來到國外 完成自己的夢想這樣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就是 希望 學弟妹們 就是 提早準備 然後 不要怕生 就是到當地的時候 盡量找當地人 就是 交流 就是做朋友 這樣 就主動跟他講話 因為他們 如果交換學生 我們是交換學生嘛 就其實 當地的人 已經 就是他們已經 可能一兩年都已經 是同學很久了 那 那這時候 你就要真的要 自己打破那個 他們的界線 然後就要跟他們 講話交流 好 各位學弟妹 祝你們好運 好